就是螢幕上方这条刘海 让iPhone X的美感设计 被网友怒斥碍眼嫌弃 苹果似乎听到果粉新声 根据韩媒ET News报道 全新iPhone将舍弃刘海 回归完整的全荧幕 正在与相关业者讨论进行整合 而其他传言也指出 就算不剪掉 至少刘海面积可能缩小 我并不认为他们能够 苹果先前为刘海申请专利 还被嘲笑没人要学 结果跌破大家眼镜的是 其他厂牌竟然跟风刘刘海 不只华硕 Zenfone 5 还有华为和LG 甚至Google都投入研发 类似荧幕设计 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 更多刘海机种 手机发展趋势推陈出新 挑战用户观感与接受度 三例新闻 陈佩鲁报导